好 謝謝趙培 大陸的一位民眾寫了500多字的聲明退黨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讓我們來看他的聲明節選 在我年少無知的時候 我天真的以為 共產黨真的像他們在教科書裡 給我洗腦的那樣 可是 在我真正踏入社會以後 我才發現共產黨的真面目 他們是讓人民為他們服務 中國共產黨運營的宗旨就是利用一切的社會資源 來供養特權階級 同時他們不斷的給人民洗腦 讓中國人民以為自己生活在一片祥和之中 但是這次武漢事件卻暴露了他們無恥的醜惡嘴臉 他們封鎖一切有關於真相的言論 顛倒黑白 我不止一次的看到 中國大陸那些所謂的媒體去散播 為了掩飾真相而捏造的謊言 我也不止一次的告誡身邊的親人和朋友 要勇敢的去探索真相 可是在共產黨殘忍的暴政面前 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我對此失望至極 我對自己之前由於無知 而加入中國共產黨感到深深的自責和羞恥 因此本人特此聲明 我自願退出這個虛偽的、仇惡的 令人唾棄的中國共產黨 我願做一個自由的、高尚的、為真理而活的靈魂